苏莎姨们,你们都鼓励我和刘欣杰表白,让我带她出去,然后今天我就鼓足勇气了,然后准备向她表白,这会儿呢,我就来城里面给她买树花,我好好准备一下。 老板娘你好,我是准备过来买树花的,是送给喜欢的人情的。 哦,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但是我一直没跟她表白过,然后今天我就准备跟她表白一下,但是我害怕她拒绝我,也是第一次嘛,我说这样的话,买个什么样的花合适啊,您推荐一下老板娘。 可以包个粉色系,加点橡红葵,有点淫淫比较好。 那个粉色的玫瑰还挺好看的,那个行不行啊? 嗯,可以啊,那你帮忙给包一下吧,等一会儿我过来拿好不好,好,谢谢你啊。 好,没事,好,谢谢。 哎,老板娘包好了,好了,很好。 我看一下,哇,真好看,老板你手艺真好啊,谢谢。 拿这个就可以了,可以了,好,谢谢你,表白成功。 谢谢你啊,老板娘,好,拜拜。 有点像你,真的是你,哎,刘欣姐,真的是你啊? 哎,你在干嘛呀? 啊,你,哎,你等一下我把车停一下。 哎,哎,刘欣姐,你,你怎么和爷爷在这里啊? 我,我,阿脸,哎。 你今天上来有什么事吗? 没有,我就是过来准备找你的,有点事。 哎呀,这会儿,我路上就突然看到你了。 我说,我以为不是你呢,我,结果一看真的是你。 你和爷爷,你,你带爷爷干嘛去啊今天? 爷爷有点感冒了,我带他去买点药。 我才把菜买完,然后用卖菜的钱给爷爷买药了。 爷爷感冒了?爷爷,你是感冒了呀? 你身体不舒服啊? 呃,没忙的。 哎呀,爷爷这会儿。 爷爷耳朵不挺好,耳朵挺清楚。 没事,没事,那你们这会儿是要回去,你要买完了已经给爷爷。 那你这要回去啊? 没事,我们走回去,没事。 你这还有这么远,就在那旁边是吧? 没事,没事,我们自己走几步吧。 爷爷,那不然我这样吧,我,你坐车上我带你回去吧。 爷爷晕车了,不用了,不用了,阿脸。 那你,你先把车开回去吧,然后我们走一会儿就到了,你自己在家里倒杯水河。 哎呀,算了,我把车停那儿吧,我跟你们一块儿走路上去吧。 走吧,走吧,我陪你一起吧,你一个儿我也不放心。 走吧,爷爷。 走,我们一起。 刘欣姐,爷爷今年是九十几了? 九十三岁了。 啊,九十三了。 我看爷爷身体其实还还挺不错的。 爷爷就是,耳朵也不太好了,腿也不太好。 但他就是冤车,也坐不了车,没办法。 好,刘欣姐,那这个瓶子,等一下我跟你一块儿把爷爷扶着上去。 你先。 你先,你先,你先上去,好嘞,你先上去,我把这儿扶着。 你先,慢点啊爷,我先上去。 这个家要采吻,你在上面扶着,刘欣姐。 刘欣姐 刘欣姐 下次我们来 我把这个坎子重新给你修一下吧 太高了爷爷上不去 这坎子我上次都有点 有点高了 刘欣姐 你今天买去找我有什么事吗 事也没什么事 你先把爷爷扶着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等爷爷先去坐下 我再跟你讲吧 刘欣姐你真贤惠 什么都会干 在农村 过半的这种农村生活 你不会咋喜欢 爷爷还在看时间 要吃饭了是不是 你们还没吃饭吧刘欣姐 这还早着呢 刚回来也没时间做了 没事我一会儿做 你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那行吧 你还没说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呢 我也忘了 刘欣姐那这样吧 你这个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等一下吧 我去吃上拿点东西 你先坐下好不好 你等我一下刘欣姐 行行行 刘欣姐 刘欣姐 鲜花我已准备好了 刘欣姐就在里面坐着 我不知道这一次 能不能表白成功 希望你们给我 家加油鼓鼓力 刘欣姐们 谢谢你们 刘欣姐 送给你 你就是带着啊 你先拿上吧 你先拿上吧刘欣姐 你先收上吧 这个是粉色的玫瑰花 我今天来呀 就是想 想跟你白表 就想跟你报告 跟你表白一下 刘欣姐 我想跟你表白 刘欣姐 我喜欢你 你能不能 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哎 爷爷还在旁边呢 哎 我也不好意思 爷爷没事 他应该听不到吧 你一天瞎说什么了 我没有瞎说 刘欣姐 你真的 我跟你接触了这么好 好久了 然后我觉得你的 人也好 心理也善良 而且照顾老爷爷 照顾得很好 然后很多叔叔阿姨们 就给我说 让我 让我追你 让我给你表白 然后我今天 我鼓足了勇气 我也做了好久的心理思想 然后 我就想给你表白一下 刘欣姐 你弄得我都 你这也太突然了 你这是干啥吗 我们俩又见面到现在 也没多少天 你一下 你这弄得我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阿姨 阿姨 刘欣姐 你别拿你刘欣姐 开玩笑了 这花你拿对吧 我不能要 你一天 静开玩笑呢 有啥坐着说吧 坐坐坐 好吧 刘欣姐 其实 其实是这样 我呢 有一个喜欢的女孩 然后 她还不知道我喜欢她 然后 我就想 以后要跟她表白的话 我好拿你试验一下 在你身上 我先预习一下 到时候跟她表白 你 你吓死我 你弄得 弄得我就感觉 莫名其妙的 你说像 你刘欣姐这样 现在 家里条件也不好 然后 我又 一分 带个 带孩子 然后 现在 也没什么 好的工作 我 你说 你给我开这样玩笑 你不是 你 哎呀 没事刘欣姐 我 我就拿你实验一下 因为到时候我害怕 我跟她表白的时候 我也会紧张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你 嗯 你女朋友是 哪里的样子 我女朋友啊 我 我女朋友吧 怎么讲呢 哎 有时候吧 我就觉得 有的人 她也笨 她也 她也不明白 我 我喜欢的人 呃 跟我在一起 也公 也认识了一段时间吧 然后呢 她也是一个 呃 和你一样 她在为人呢 也比较正直 也比较善良 而且也很有爱心 嗯 然后呢 她也是 呃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退伍的 啊 那 那你下次 你把 兄弟媳妇 你带上来 我跟你们杀鸡 哎呀 什么媳妇 我还没谈对象呢 我还没跟她表白呢 那像你这种优秀 你要表白的 人家肯定 估计也不会拒绝你的 到时候一起带上来玩吧 哎 到时候 到时候我 带上来再说吧 哎 有时候吧 就是 喜欢的人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也不知道 哎 那刘欣姐 你现在有没有 呃 因为你不是和姐夫 张斌吗 哎 她也不是姐夫了 就是你和张斌啊 离婚 离了多久了呀 对吗 三四年了 那三四年了 她现在还有时候 还经常来找你麻烦 那这三四年 嗯 过也这么久了 你有没有打算再 重新找一个呀 啊 这个不是我问的啊 是因为前段时间 我不是把视频 发到网上了 然后很多叔叔阿姨们 嗯 想想想 想想问吧 然后我就问一下 你猜我 像我这样 也没有老件 也没有扎实 对我原来 自己创业也 亏了 也欠了那么多的钱 但是 我欠个钱 我肯定是呢 无论如何 我就是 天天重装甲 去工地搬端 或者是 我等爷爷 我找找好了 照过的人呢 我就从事不管 我干什么 我肯定是可以把 欠个钱 全部都还上 欠到房钱 天文币也没有人 对吧 不会辜负那些 怎么信任我的人 虽然现在我 哎 刘欣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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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有担当呀 所以我 现在 哪有心思 我哪有心思想这件事情 哎 刘欣姐 对不起 又 又提到你伤心事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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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